我自己个人认为青年即生 其实本身就是属于非常叛逆的一群 当别人都说这件事情不太可能的时候 我们就偏偏更想要去做 但是在执行的当下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成为做那件事情的绝对者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会给大家三个建议 就是基本上你要学会怎么样爱身边的人 不只是爱别人 甚至是关怀社会的大众 另外呢在于勇气 勇气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努力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新鲜事物 其实是让自己的生活先开始改变的优先第一件事情 另外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挑战自我 这包括 其实有些时候你觉得你已经达成了 但一定有更高的目标在等着你 所以一定要永远经历地去尝试 对我来说 我感谢你 感谢你 那么重来 你会跟着点 好看